朋友们好,小伙回乡也接近尾声,后续会推出一篇新故事预告片。 这期继续讲96篇,徐方晨音片刻说道,公司我准备设立在青云市,那边是我们的产业科技园,在越海村景区我会给你们安排住房。 注册公司,我今天找人搞定,然后就是办公场地的搭建、装修,这些都有现成的,明天也能全部落实。 今天公司注册完毕,40亿的资金会落在公司账上,资金不够后续,我随时会追加。 也就是说,今天你们准备一下,明天所有工作都可以开始进展了。 徐方正色道,众人精神一震,徐方这效率着实不错,把大家都惊到了。 大家都是尖端人才,待遇这块,我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范畴,待会我会给公司总部打电话,会有专门的人来联系你们。 李友来教授,你们三人现在,方便的话,咱们去会议室聊一下专利问题。 徐方有条不紊安排着事情。 好,好的。 李友来三人没有怠慢,跟着徐方出了包厢。 徐方找了监会议室,让服务员给三人沏了杯茶,吻声道,三位,咱们就开门见山说吧,再商言商。 这个可代替塑料的制品我很看好,如果你们能研制成功,而且达到你们所要的效果。 我想三亿元买断它,你们看合适吗? 听到这么数字,三个人不经意哆嗦。 虽然他们最新科研,不看重名利,但并非对钱没有概念。 这钱哪怕是平分,他们人一人也能赚一个亿。 一个亿呀,别说这辈子,可能再朝下几代也花不完,吃利息都够锦衣玉食生活了。 如果感觉价格不合适,你们也可以再提需求,只要合理,我都可以接受,你们现在可以商量一下。 徐芳把话说完,便坐着等待三人商量。 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半赏还是张涵咽了口唾沫,率先开了口,老李,老陈,我个人没意见,到时候随便分我点就行。 有人带头,陈诚也急忙点头,我也觉得没意见,老李,就看你的了。 李友来此刻心里也颇为震撼,以前研发出来的专利大多被一些公司骗走了,或者他们主动贡献出去,什么时候考虑过能赚这么多钱? 深吸口气,李友来也郑重道,徐总,你觉得行的话,那就这么定了。 本来这件事是公益事业,徐总又投资这么多钱,我们要钱其实不合适。 徐芳微微一笑,道,这个产品如果能研发出来,带来的价值是巨大的,可以缓解我这边很多经济压力,你们别有心理包袱。 那这件事就这么敲定了,明天也会有人专门拟定协议,等产品可以批量生产,专利费也会打到你们的账户上。 这三亿你们具体怎么划分是你们的自由,按劳分配比较合适。 大家出力都挺多的,李友来此刻正色道,等钱到账,咱们人分分,雨点出来,奖励下其他参与的工作人员。 看三人都没有意见,徐芳也长舒口气,又跟大家碰了个面,约了明天带他们去总部观摩一下,随后徐芳就辞别众人,开着飞行器回到了青云市。 回到青云市后,徐芳找到了小和,让他着手安排新公司的项目。 小和一直担任林香雪的秘书,在秀兰集团算是比较重要的职位,很多事情他都能做得面面俱到,是林香雪一手培养。 提拔起来的人才。把这活交给他,徐芳很放心。 一日,上午,燕京,林家。 林香雪今天在爷爷的大院里,跟爷爷一起拿着鱼竿在池塘锤吊。 微风拂过,林香雪额前的发丝吹起,露出了让人惊艳的容颜。 不过林香雪的目光却不在鱼飘上,此刻双眼无神,甚至视线不在任何地方。 没错,他此刻正在想徐芳。 一个人活了快三十年,一直没有父母的下落,甚至一个有血脉相连的亲人都没有。 就在他做好历经千辛万苦寻亲的时候,忽然就知道自己是被抛弃的。 这样的打击不可谓不大。 他清楚徐芳现在需要安静,所以虽然一直担心,但也没去打扰。 叮铃铃,一阵手机铃声扰乱了林香雪的思绪,拿出手机看了看,是秘书小和打过来的。 林香雪笑道,小和,你找我啊。 林总,您现在在燕京吗? 小和试探着问道,今天米国谷歌公司的董事长李奇先生跟我打电话,说想见您一面,现在也在燕京。 您要见一下吗? 他有说想做什么吗?林香雪随口问道,这个没戏说,就说有一笔生意,想跟您谈谈。 小和苦着脸说道,跟他说我现在不方便见客人,你让他去青云市找你谈吧,如果项目靠谱你可以硬下来,如果不靠谱,可以直接推了。 林香雪没心情会见客人,直接拒绝了。 电话那边的小和有些慌,谷歌公司在米国相当有名气,互联网很多产品,都非常著名,甚至一些智能手机的系统都是他们研发的,在国际上都是赫赫有名的巨头。 人家董事长亲自过来,让他一个秘书去谈合作。 林总,我却是不是不合适?小和心里没底。 林香雪严肃道,有什么不合适,如果我跟徐芳不在,你要负责其整个公司的运转,接见一个人做不好,这么大一个企业我怎么放心交给你打理。 听到林香雪的话,小和心里有些感动,虽然林香雪说话很重,但字里行间都表达出对他的栽培之意,当即道,行,那林总放心,我会努力做好。 警号星号,燕京,某高档会所,一行外国人正在一间会议室开会。 秀兰集团,这个混蛋企业,他们老板竟然要一个秘书跟我谈合作。 李奇听到助手跟他说秀兰集团的意思,愤怒咆哮起来。 不过贵为谷歌公司的董事长,李奇还是相当有诚服的,将不满的情绪发出后,他脸上的韵怒也全部消散,换上了睿智平和的模样,看向在座几人冷静道。 这次我们来的目的,是想拿到秀兰集团超能电池的制作原理。 目前来看,这家企业对我们没半点诚意,正是谈判谈妥的可能性很低,大家有什么好的提议,欢迎提出来。 这次随行的指导顾问娜拉小姐,此刻分析道,咱们这次找秀兰集团合作的筹码,是想用咱们开发的汽车无人驾驶技术,去换取他们超能电池的资料。 当今无人驾驶的技术还不成熟,而我们企业却把这项技术研究得透彻。 这个技术,咱们早就放出了风声,秀兰集团绝对有所了解。 但他们却拒绝跟我们平等对话,我感觉他们并不认为这套技术是他们的刚需。 越海村汽车在全世界的名积都很高,并不需要这套技术来提升销量。 我们贸然找他们谈判,他们只会毫不留情地贬低我们价值,这次合作的成功几率很小。 而他们公司至今没有上市,说明他们企业并不缺钱,我们哪怕在追加资金也谈不拢。 那拉认真说道,听到那拉的话,与其眉头皱在了一起,不越问,你的意思是我们没有谈判的必要? 这倒不是,不然我也不会跟过来。 每个企业都有它的优缺点和侧重点,秀兰集团虽然不缺钱,但他们老板应该关心名气。 他们企业办理了很多公益事业,比如不合沙漠的绿洲改造,还有FC公益助学平台,免费学校等。 种种迹象表情,这家企业的老板对名气、口碑有较大追求。 我们想谈拢这次合作,也可以从名气上予以下手。 那拉解释道,你有什么靠谱的计划没? 李奇追问道。 那拉早有准备,此刻不慌不忙说道,咱们企业最近在研究一个项目,海洋治理项目。 可以打捞海洋里的垃圾,比如塑料、玻璃等,这些技术即将成熟。 我咨询了这个部门,他们说半年后即可问世。 我又专门调查了华夏的海域,海洋污染相当严重。 我们可以利用媒体等平台造势。 如果秀兰集团同意我们用无人驾驶技术换取电池制造原理,我们可以帮华夏清理所有海域的垃圾。 秀兰集团对名誉很看重。 我们利用舆论不断对他们进行道德施压,如果他们不同意,肯定会被扣上不爱社会、自私黑心企业等帽子,对他们名誉会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他们在名誉问题上有顾虑,这次谈拢的机会也更大一些。 纳拉把自己的计划全盘托出。 会议室内,众人眼睛一亮,一名脑袋正亮的中年人问道,纳拉小姐,你刚才也说了,他们做了很多善事,就算他们不同意,对他们的名誉造成的影响也不大吧。 纳拉微微一笑,自信道,人比较卑劣的一点,就是不容易记住别人的。 好,就算他们做了无数的好事,但只要有一件事没有做到位,就会被人记住并痛嘛。 他们苦心经营了几年名誉,肯定不愿意在这件事上掉链子。 而且,咱们出的筹码也不少,他们也不算亏损很多。 李奇又问出了自己最后一点顾虑,你这个提议非常出色,但这里华夏所有的海洋垃圾,这里连投入的成本巨大,超过了这份电池的价值吧。 到时候,我们就只提供技术,至于具体的消费,当然由华夏承担,如果华夏不承担, 我们这个项目就不启动。 那拉此刻笑了起来,放心吧,华夏肯定会投钱的。 联系总部,跟公司总部召开一次远程会议,讨论那拉的这项提议, 李奇当机立断,决定针对那拉的提议,做一次全面论证。 接下来几天,徐芳这边的海洋深度保护公司已经开始运转。 凭借秀兰集团强大的运作能力,科研需要的机器、资源,以最快的速度全面到位。 而且相关人才招揽也极为迅速,这可把范立娟等人高兴坏了。 做科研这么久,还没有像在秀兰集团这里这么舒服过。 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包括细节在内,秀兰集团都能处理得面面俱到。 这也体现出了这家公司强大的运作能力。 徐芳并没着急声张这个企业,一切等科研结果出来后再做, 不然一旦科研失败,岂不是给社会一个虚假承诺?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一晃时间就是一周。 期间,范立娟这个科研团队也在不断带来好消息。 徐芳看到一切都在按正轨运转,原本郁杰的心也逐渐舒畅起来。 华夏、燕京 谷歌公司在华夏有分公司,公司华夏总部,一间高档会议厅内。 此刻李奇几人正和总部开着视频会议。 会议室前面有一个巨大的荧幕,上面显示着一间会议室里坐着不少人。 李奇此刻主持着这次会议,等双方都准备好后,李奇富有激情的声音传来。 伙计们,针对那拉的提议,咱们也都研究了很多天。 而且都感觉有很高的可行性。 现在请那拉做最后的阐述,如果大家感觉靠谱,这件事我们就可以操盘了。 在一阵掌声中,那拉接过话筒自信道,各位,以道德压力来胁迫秀兰集团,这件事的可行性很高。 如何制衡秀兰集团,办法也相当简单。 只需要,把海洋污染以夸大的形式发布出去,让人们感觉到海洋污染带来的恐怖。 人们都会为海洋担忧,心底肯定都希望能治理下污染。 这时候,咱们企业便以救世主的形象出现,借着人们恐惧的心理对秀兰集团施压。 前期一定要把海洋污染的信息发布出去,力度要大,争取让每个人都能看到这条消息。 这样治理海洋的呼声会很高,当全民都在迫切希望治理海洋污染的时候,秀兰集团的名誉压力也能达到最高值。 对了,发布海洋污染形势严峻的问题要和谷歌公司撇清关系,不然后续咱们企业想换取技术,会被人们看穿是我们在要挟秀兰集团。 那拉把施压的过程全部说了出来,也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 会议开的时间不长,这项提议之前大家就讨论了几天,现在那拉最后一步的计划也很靠谱,谷歌公司终于决定做这件事情。 以谷歌公司的能力,撇清报道跟他们有关系,这件事轻而易举。 况且,海洋保护是一个公益话题,里面又有利益趋势,各大媒体把海洋污染问题报道出来,也算是名利双收。 收了谷歌公司的钱,各大媒体开始了努力宣传。 当天下午,国内各大媒体同时发布了一条报道,海洋垃圾污染形势严峻,重度影响人们生活。 报道里写了,当今海洋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是地球生态的稳定器,有巨大的调节能力,也是陆地降水的水量来源。 如果海洋环境浅到破坏,会极大影响人们的生活环境安全。 也提及了对海洋生物的影响,有的海洋生物会因此灭绝,也有的海鱼会因为海洋污染肉质含毒,成为人们的海鲜美味后,严重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 这篇报道的内容虽然略有夸张,但写这篇报道的人比例很深厚,从人文、生态、环境各个方面入手,表达的意思十分醒目,却不给人虚假的感觉。 但凡有人看到这篇报道,都会为海洋污染产生一定的担忧。 各大媒体的评论区,此刻已经非常热闹。 随随便便的一个塑料袋子,没想到就能扼杀几个海洋生物,每天还有这么多垃圾流入海洋,如果再不保护,恐怕再过几十年,就再也没有海洋美景可以欣赏了。 塑料颗粒被海洋生物吃掉,却不能消化,随着海鲜登上人们餐桌,塑料颗粒又会淤积在人体内。 日久天长,很可能引发各种症状,这种症状一旦遗传人类就危险了。 海生物种类减少,对世界都是一大灾难,保护海洋势在必行。 以后上超市,尽量不用塑料袋了,自己拎着布袋子去。 卧槽,华夏海洋污染这么严重了,相关部门怎么不治理下,还等啥呢? 求相关部门好好治理海洋污染。 虽然谷歌公司用心险恶,但从环境保护的层面来看,这篇新闻报道确实能推动人们对环境的重视,对社会有很大的积极作用。 M省,青云市,粤海村。 徐芳坐在自家楼顶,眺望着远处的大海,心情一片平静。 随手拿过手机看了看,忽然就看到了范丽娟发来的聊天消息。 徐总,看到您针对海洋保护的宣传了,这宣传真的很到位啊。 徐芳文言一愣,不动声色回复问,你看到了,给我个链接看看。 范丽娟发过来几个链接,随后快速回复,各大媒体上都有。 徐芳点开链接,看了看,这个媒体是国内很著名的门户网站,流量很大,平时访问人数极多。 这条报道里把海洋污染描述得很全面,让人触目惊心,哪怕是徐芳也觉得这宣传很到位,肯定是下了苦功夫调研的。 不过秀兰集团不应该这个时候做宣传啊,而且,如此大规模平台的宣传,肯定是花了钱运作的。 徐芳皱了皱眉,拿起手机给小和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很快接通,小和清脆的声音传来,喂,徐总,您找我。 小和,咱们在各大媒体网站上打保护海洋相关的广告媒,徐芳问道。 没有啊,要做宣传吗?小和好奇问。 现在各大媒体网站都在报道海洋污染的事情,现在你着手调查,查出来究竟是谁在推动。 徐芳催促道,有消息第一时间联系我。 好的徐总,我这就调查,小和快速说道。 小和跟徐芳说了拜拜,随后拿起电话又拨了几个号码过去,吩咐了几句后便继续处理他的工作。 两小时后,小和的邮箱里出现了几份资料,看到这些资料后,小和就感觉出来了不太对劲。 这次保护海洋的宣传,竟然出自很多公司之手,而这些公司都是一些空壳公司,这里面肯定有什么猫咪。 把这些资料全部分析对比后,小和终于从资料里找到了幕后的推手。 拿起手机,小和给徐芳打了一个电话。 徐芳也一直在等小和的消息,此刻接到电话立刻按了接听,温和道。 小和,怎么样了?徐总,查出来了,背后推动这条报道的是谁您肯定猜不到,竟然是谷歌公司。 小和语气里很是惊讶,我还发现这里面的猫腻,他们竟然没直接用谷歌公司的名义,而是借用了很多壳子公司来推动这次宣传。 徐芳文言也惊讶起来,做这种公益宣传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口碑。 口碑是一个企业很珍贵的财富,能舍弃这一块蛋糕,说明他们有更大的利益去追求。 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目的,竟然还弯弯绕绕做了这些东西。 小和犹豫了下才说道,上周谷歌公司的董事长李奇想约见一下林总。 但林总说他没时间,就让我去接见。 对方可能觉得我身份低,所以也没有过来,不知道这件事跟咱们有关系没。 徐芳文言心里一个咯噔,谷歌公司这种国际巨头公司,里面的智囊团很多,他们既然没有名誉利益,那肯定要在其他地方找不回来。 而他们又联系过秀兰集团。 这篇报道如此大规模的宣传,对培养人们保护环境的意识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让人们对环境问题产生了忧虑。 如果这个忧虑范围足够大,再有一个导火线,肯定能引起一个很尖锐的社会问题,比如舆论导向。 谷歌公司的初衷很可能不是宣传保护海洋,而是想营造出恐慌的社会氛围。 他们肯定有解决社会恐慌的办法,如今营造恐慌,必然是在创造谈判的筹码。 至于是跟谁谈,小河都说了谷歌公司想接触秀兰集团高层,那很有可能最后是要跟秀兰集团谈判。 想到这里,徐芳的双眼一眯,一道寒芒在眼底一闪而过。 不管你是谁,敢跟秀兰集团玩音的,老子一定让你死得很难看。 虽然不清楚谷歌公司究竟想做什么,但既然对方有可能对他不利,现在就需要寻找防范措施。 很快,徐芳吩咐道,今天找人做几份海洋污染和海洋保护的宣传,视频和文章都要。 今天做好后,明天以秀兰集团的名义来推动保护海洋的宣传,让所有人都知道这次保护海洋的活动是咱们发起的。 虽然是公益广告,但要大规模推广也得花不少推广费。 小和提醒了一句,多少钱都可以砸下去,包括秀兰集团旗下的所有资源都要用上。 比如乖博、岳父宝、岳海村官网等。 最好用户打开这款软件,就出现一个保护海洋的弹窗。 徐芳坚定道。 听徐芳语气坚定,小和也不再多问,立刻决定执行。 好的徐总,我这就找人去做。 明天九点,开始正式进行为期三天的大规模宣传。 嗯,辛苦了。 吩咐完这些事,徐芳心底稍微松了口气。 一日,早上八点,小和早早来到了公司。 昨晚接到小和的通知,有一个重要的活动即将上线,今天有不少员工也都来得挺早。 九点,秀兰集团旗下所有产品,此刻都开始了宣传海洋保护的公益广告。 岳海村官网、岳父宝、FZ家教平台、乖博等,只要用户一打开,立刻就蹦出了这条广告。 而各大媒体,此刻也都登录了秀兰集团制作的宣传片,以及各种宣传软文。 秀兰集团现在哪怕放在国际上也都享誉盛名,此刻举公司之力来宣传一件事情,比谷歌公司按挫挫去推广的效果强多了。 仅仅一上午的时间,国内不少人都看到了这个广告。 甚至国外不少媒体也被惊动,纷纷报道秀兰集团指责海洋污染问题这类新闻。 燕京、谷歌公司华夏总部,一间会议室内,还是上次开会的人在进行视频会议。 那啦,这次秀兰集团竟然跟风宣传保护海洋,这件事你怎么看?我怎么看不懂他们的套路? 米国那边一间会议室内,一名满撒壶茶的男人问道,这人也是谷歌公司的股东,面对股东的质疑,那啦微微一笑,不慌不忙解释道,库德先生,我之前说过秀兰集团是一个非常在乎名誉的公司,他们很希望得到大量的口碑,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办法。 现在,咱们给海洋保护起了个头,他们自然要抓住这个机会,以他们名义好好宣传,没什么好奇怪的。 他们这么做,表面上是在给自己创造优势,其实是在给自己挖坑,等咱们提要求的时候,对方要是拒绝,造成的负面影响很大,他们肯定会三思而后行的。 听那啦这么一解释,众人觉得这件事是这么回事,也都放下心来。 本来我预计这次宣传,怎么也得一周时间才能全面发酵,但现在有了秀兰集团大规模宣传,我觉得两天时间完全够用,明天咱们就可以正式跟秀兰集团提出需求,大家就等着好消息吧。 那啦对这件事的态度很乐观,其他人似乎被那啦的情绪带动,会议气氛也格外轻松。 燕京,林家。林香雪刚吃过早饭,此刻坐在阳台上拿着手机打开乖博,想看看最近有没有什么新鲜事。 刚打开乖博,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保护海洋的倡议。 好奇点了进去,发现这个倡议是秀兰集团发起的。 现在林香雪对企业的运作插手不是很多,看到这个提议她也是微微一笑。 这种公益性质的广告她并不排斥,对社会对公司都有比较好的影响。 不过很快,她就在热门榜单上看到了一条乖博,秀兰集团全平台合力推动海洋保护,获全民点赞。 看到这个乖博,林香雪才惊讶地发现秀兰集团旗下所有平台,打开后竟然都是关于保护海洋的广告。 甚至不少大媒体,也被秀兰集团运作上去不少广告。 先不说做这么大的阵仗需要多少钱,这么大的一件事怎么没人跟她说一声。 皱了皱眉,林香雪拿出手机给小和打了过去。 没多会电话就被接通,小和恭敬的声音传来。 喂,林总,你找我。 小和,这次保护海洋的行动怎么回事?林香雪此刻的语气已经完全平静下来。 听到林香雪的问话,小和不禁一愣,急忙解释起来, 许总没跟您说吗?这件事是他安排的,我以为您知道,就没跟您反馈。 许总安排的,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听到这件事跟徐方有关,林香雪顿时提起了精神。 上周谷歌公司的人要跟您会面,但没成功,他们也没找我,我以为这件事就过去了。 昨天,许总忽然问我,秀兰集团有没有给海洋保护打广告? 我说,没有他,就让我查是谁在大力宣传这件事,最后调查的结果就是谷歌公司。 本来他还很奇怪,但听说,他们想跟你见面却没成功。 许总怀疑这件事有猫腻,也没明说原因,就让我全力宣传保护海洋。 小和快速把事情经过说了出来。 林香雪文言心里一临,谷歌公司做海洋保护的宣传做什么? 具体原因不清楚,他们没用谷歌公司的名义来做这件事,而是用了多个皮包公司的名义来推动。 许总也觉得这件事大有蹊跷。 小和说道, 我知道了,辛苦了。 林香雪没跟小和多聊,客气了一句,便挂了电话。 挂了电话后,林香雪找到徐芳的手机号码打了过去。 徐芳是修炼之人,一般不会睡懒觉,正在海边溜达的徐芳收到林香雪电话, 也意识到已经十多天没跟她联系,心里闪过浓浓的愧疚,快速按了,接听柔声道。 香雪,你找我? 徐芳,你现在在哪儿呢? 听到徐芳温和的声音,林香雪的心神烧安。 在越海村海边溜达呢,徐芳知道林香雪在担心什么,笑道,没事,我都好了,事儿都想通了。 现在过得很好,何必再执念一个身世? 今天就回燕京找你,以后咱们好好过日子。 林香雪心里闪过浓浓的喜悦,强忍着心头的激动,心喜道,我就是你的家人, 以后跟结果,有肉吃有酒喝。 嘿嘿,那啥,好久没做夫妻间该做的事儿了,今晚得好好尝试下。 徐芳笑嘻嘻嘻道,你讨厌,想到徐芳夜里勇猛的状态,林香雪的心烹然一跳,语气也荡了起来。 对了香雪,你这次找我什么事?徐芳好奇问道,我听小和说,这次谷歌公司暗中推动保护海洋的事情,在此之前,他们公司的董事长还想见我,不过被我推了。 我怀疑,他们这次是针对我们的阴谋。 林香雪忧虑道,然后你又以秀兰集团的名义来宣传这件事,你看出什么来了? 他们大规模宣传海洋污染,会让社会形成一股焦虑氛围。 我猜测,他们是想用人们的焦虑,然后来谋取一些利益。 但他们,究竟要谋取什么我不清楚,正好我也想推动下海洋环境的保护,干脆就跟着推动了一把。 徐芳笑呵呵说道,他们要是老老实实的还好,要是敢对秀兰集团做什么,咱们下一个目标就是全方位做掉谷歌公司。 听到徐芳自信的话,林香雪原本还有些忧虑的心也放了下来。 这么多年,徐芳的手段向来都是让对手闻风丧胆,未曾有过失误,这一次定然也不会出错了。 伸了个懒腰,林香雪慵懒的声音传来,工作有你就好,你有时间了就快来找我,我好想你。 那我待会就过去。 徐芳柔声应道, 好啊好啊,那我等你。 林香雪文言顿时来了精神,声音都提高了几分。 感受着电话那头林香雪的欣喜,徐芳也微微一笑,挂了电话,回到家里换了件衣服,随后开飞行器朝燕京赶去。 一小时出头,徐芳的飞行器来到了林家。 林香雪知道徐芳要来,早就一直关注着天上的举动,飞行器还没降落在地上就已经发现。 等徐芳下了飞行器,映入眼帘的正是林香雪,徐芳眼里含笑,温和道,一直等着呢? 想早点看见你。 林香雪扑在徐芳怀里小声道。 摸着林香雪柔顺的秀发,徐芳轻声道,余生还长,哪差这一会,走,回屋歇着去。 不想歇着,一起出去逛逛街,林香雪仰头问道,走。 对林香雪这个要求徐芳没有拒绝,林郑青夫妇都在公司打理生意,徐芳也没见别人,开车带林香雪朝外赶去。 看,街上有很多越海村汽车。 路上,林香雪指着周围的汽车叫道。 徐芳自然也看到了周围的车,这一路有20%的小汽车都是越海村汽车。 看到这样的汽车比率,徐芳心里也有些自豪。 他心里清楚,之所以没有完全普及,主要还是价格有点高。 虽然20多万不算多,但毕竟一些人的预算也就几万块。 等人们的收入水平再提高一点,咱们汽车的占有率还会再有提高。 徐芳认真说道,你觉得咱们能占据多少市场? 林香雪随口问道。 能源在不断枯竭,太阳能电车省油,而且咱们的汽车质量也不错。 至今报修率都远低于平均水平,赢得了无数口碑。 使用咱们的汽车是大势所趋,我相信会是100%。 徐芳笃定道。 我觉得也是,这个价格虽然不便宜,但其实也不算贵,毕竟油钱就能省不少。 林香雪眼里含笑,自家的企业能有这种成就,她心里也颇为骄傲。 虽然贵为商业女王,但林香雪对逛街依旧和普通女人无异。 哪怕自己有了专门的服装设计品牌,哪怕豆蔻泥就是全天下最好的护肤品,但林香雪对逛街依旧乐此不疲。 到了商场后,林香雪就开启了买买买模式。 除了衣服外,还有各种化妆品、饰品。 价格也没挑贵的,只要材料和款式好,甭管什么牌子林香雪都会买下来。 逛了三小时的街,徐芳带着林香雪随便找个店吃顿饭,随后开车朝林家赶去。 一天的时间很快过去,徐芳很久没和林香雪见面,倒也没急着修炼。 当晚就和林香雪一起休息。 一直折腾到了后半夜,房间内的动静终于消停下去。 第二天上午,时间接近十一点,徐芳和林香雪才睁开了眼睛。 徐芳,你这个坏人,就知道折腾人家。 林香雪想到昨晚的事情,脸上还有些红韵。 每次结束每半小时你就要再来,我这不也是有求必应吗? 徐芳嘿嘿笑道。 讨厌,林香雪凝了把徐芳催道。 我说,要你就给啊,那我现在要你给不给? 给啊,徐芳坏笑一声,立刻实现了林香雪的愿望。 林香雪心里一惊,急忙求饶道。 徐芳,我错了,我错了,求求你放过我,我不行了。 可惜在徐芳精湛的技巧下,没多会林香雪就有些目眩神迷,再也没有了拒绝之意。 林家?因为徐芳和女儿回来,林郑青今天也没有去上班,准备陪两人说会话。 不过两人没起床,他也没去打扰,自顾自坐在沙发上用手机刷着新闻资讯。 没多会,林郑青眼睛瞬间瞪大。 随后拖的一声站起来,快速朝林香雪的房间赶去。 到了林香雪门口刚要敲门,林郑青的脸就绿了下来,房间内那奇怪的声音,作为过来人他还能不明白里面发生了什么。 虽然已经把徐芳看成了自己女婿,但自家白菜被猪给拱了,心里的滋味还是有些不好受。 恨恨地跺了跺脚,林郑青走到一边,打算待会再过来看看。 五分钟后,感觉时间差不多了,林郑青再次来到了房间门口。 仔细一听,还没结束,黑着脸离开了。 又过了五分钟,林郑青又来了一次,跟上次一样,再次黑着脸离开。 连续来了十几次,林郑青的内心也由生气、郁闷演变成了极度、震惊。 妈的,这小子这么厉害,林郑青有些吃味地念叨了句。 终于等到房间里没动静了,林郑青才敲了敲门,大声说道, 丫头,你起床了吗?爸有事找你。 快,我爸来了。 刚结束的林香雪还没来及回味余孕,就听到了外面父亲的声音。 心里不禁一惊,急忙催促徐芳,快起来。 我去,你爸有事打电话啊,怎么还来喊门? 徐芳也有些郁闷。 爸,你等会,我这就起来。 林香雪朝外喊了一句,随后两人开始快速收拾。 行,我在客厅等你们,林郑青也知道两人收拾需要时间,丢下一句便离开了。 一刻钟后,徐芳和林香雪一脸淡定地走出来,似乎刚才什么也没做过。 书,什么事这么着急? 看着在客厅来回踱步的林郑青,徐芳好奇问道。 看到两人下楼,林郑青急忙递了个手机过来,似乎是因为太激动,胳膊都有些发抖。 咬牙切齿道,草,谷歌公司太不要脸了,你看看他们发了什么声明。 徐芳跟林香雪一直都感觉谷歌公司有猫腻,此刻也快速拿过手机。 随后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新闻标题,谷歌公司喊话秀兰集团,是否真心爱国。 看到这个标题,徐芳跟林香雪有些奇怪,秀兰集团做了很多公益事业,也一直在正经纳税。 企业形象还是相当不错的,怎么蹦出了这么个标题? 点开新闻后,徐芳和林香雪的眼睛瞬间瞪大。 新闻上这么写着,海洋污染越来越严重, 已经深切影响了人们的生存空间。 海域大量死亡,海水恶臭,海洋生物种类缩减,生态平衡遭到破坏。 尤其是华夏周围海域,已经达到了重度污染程度。 如果再不加以改善,十年内华夏周围再无干净海水,再无可食用海鲜,甚至海盐质量能否合格都有待商榷。 谷歌公司李奇总裁对此情况深表痛心, 并表示愿意出手至里华夏全部海域。 但作为交换代价,李奇总裁希望能得到秀兰集团的太阳能电池技术。 同时李奇先生表示,拿到太阳能电池技术, 也是想更好地推动全球环保事业法。 展,希望秀兰集团能为环境事业多做贡献。 看到这个报道,徐芳并没有表现出多么愤怒的情绪,早就猜测谷歌公司在背后有小动作, 现在不过是确定了谷歌公司是在对秀兰集团下手。 香雪,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 林郑青着急问道。 林香雪冷笑一声道,真是好算计,我就说这家公司为什么披个壳子开始宣传海洋保护? 原来打的是这个算盘。 不过他们这算盘真打错了,他们想利用道德绑架,让我们乖乖交出电池技术。 如果咱们不同意,咱们必然会受到舆论的谴责。 但他们忽略了一点,咱们的产品都是不可替代的,市面上没有其他产品能代替咱们产品。 就算咱们口碑下降,对咱们的生意不会有任何影响。 当然,我说的是最坏的打算,接下来咱们肯定要做公关的。 林香雪此刻看向了徐芳,小芳,你怎么看? 徐芳沉吟一声,缓声道,你说的这个没问题,不过咱们还是不能砸自己招牌。 虽然他们这次的手法很拙劣,但他们却带动了人心,咱们想保住自己的口碑还是相当不易的。 具体我来操作的,肯定让他们白忙活。 好的,那你来。 林香雪对徐芳的实力相当信任。 对了,最近研究下谷歌公司的产品,这家公司的行为已经触动了咱们底线。 对他们实行制裁,徐芳凶狠说道。 林香雪微微一笑,道,正有此意。 看到徐芳跟林香雪淡定的样子,林郑青有些好奇,你俩咋跟早有准备似的?早就发现他们要搞鬼了。 林香雪笑道,放心吧老爹,这次绝对让他们有来无回。 林郑青知道闺女和徐芳的本事,看到两人胜券在握心也放了下来,笑道,也对。 我一个糟老头子,担心你们干啥,你们可比我厉害多了。 徐芳,咱们现在出手吗?林香雪扭头问道。 别急,先看看舆论导向,等舆论到了全民皆知的时候,咱们再出手。 行。 两人合计了一会儿,也没把这件事太放在心上。 一天的时间很快过去,谷歌公司发布了这条声明后,也开始不断炒作。 铁了心要炒作一件事情,对一个巨型公司并不困难。 第二天上午,各大媒体下方的评论区,甚至是秀兰集团相关的论坛、官博下,都有无数网民一起留言讨论。 谷歌公司要治理华夏全部海域的污染,这可是大好事啊。 他们还说要拿出无人驾驶技术换取电池技术,谷歌公司够良心的。 保护海洋,这件事做了,一定是工在当代历在千秋,谷歌公司做得漂亮。 最近海洋污染确实很严重,再不治理以后,生态环境就彻底没救了。 虽然有点道德绑架的味道,但我还是希望秀兰集团能把电池技术交出去,这可是造福社会的大好事。 再说,人家谷歌公司也用无人驾驶技术跟他们交换,秀兰集团不吃亏,还赚了名声。 当然,除了呼吁秀兰集团把技术交出来的网民外,还有不少比较理性的人在支持秀兰集团。 无人驾驶技术根本就不成熟吧? 前段时间不是才报道国外有无人驾驶汽车把人撞死了吗? 再说,国内谁敢用无人驾驶技术,对越海村汽车来说完全是个积累啊。 太阳能电池,这可真是实打实的高科技,价值不可估量,谷歌公司这次这算盘打得真不错。 那些道德绑架秀兰集团的人真恶心,秀兰集团做了多少公益事业,免费优质学校,FZ家教平台,FZ公益基金,还有不合沙漠的绿洲改造计划,这些公益事业得花多少钱? 我感觉接近万亿了吧,试问哪家企业能在慈善上做出这样的贡献? 这些支持秀兰集团的人,又会立刻被一些杠精围攻。 这么多慈善事业都做了,不差这一个电池技术吧,治理海洋这么大的事情,不能因为一己之私就不做啊。 这种社会大问题下,个人小利益应该牺牲,秀兰集团可别让大家失望啊。 谷歌公司说了,他们要电池技术,也是想推动保护环境的重任。 从人文的角度来看,这次交易对秀兰集团来说是十分有意义的。 两波阵营在网上炒得不可开交,不过明显支持谷歌公司的人更多一些。 燕京,上午,谷歌公司华夏分部,一间会议室内,总裁李奇以及一众高层都在。 李奇拿着一叠资料翻阅,随后笑道,给秀兰集团施压的事情有所进展。 现在华夏人们几乎都在讨论这件事,你们感觉秀兰集团有多大的几率同意这件事。 那啦,先说说你的看法。 那啦分析道,虽然全民都在讨论这件事,但给秀兰集团的压力还不够大。 你们看看网上评论,有40%的人还在支持秀兰集团。 如果能把40%变成20%,那成功率就能定在铁板上了。 华夏有个成语叫民心所向,等到人们都迫切想要一个湛蓝清澈的海洋时,秀兰集团在舆论下才能乖乖妥协。 怎么才能改变人们的支持率? 李奇追问道。 很简单,继续宣传海洋环境污染的问题,随着海洋污染带给人们的恐慌越来越多,人们也就越支持我们。 纳拉解释道。可以,这件事你继续大力推动。 李奇同意了纳拉的提议。一天的时间再次过去,这一天,谷歌公司也在用各种方式控制着舆论导向。 等到次日,网上人们对秀兰集团交出太阳能电池技术的言论又多了不少。 燕京,林家。一间装饰华柜的房间内,林香雪坐在沙发上,沙发南侧是一面落地窗,能看到窗外小花园的景色,有水有山,环境很不错。 沙发前的茶几上放着一台电脑,屏幕上显示着各种资料。 徐芳坐在一旁喝着茶,淡淡问道,香雪,舆论现在什么情况了? 林香雪看了眼电脑说道,大部分人都希望咱们能交出太阳能电池技术,而且谷歌公司很聪明,一直在营造海洋污染带来的恐慌,支持他们的人也越来越多。 更可恨的是,因为咱们现在还没给公众任何回应,不少人对咱们企业恶语相向,甚至还有一些有心人想组织游行示威,逼咱们交出电池技术。 徐芳一把揽过极为气愤的林香雪,自信笑道,这些人一方面遭到了谷歌公司的煽动,一方面海洋污染确实严重,你没必要生气。 随后徐芳伸了个懒腰,缓声道,舆论已经够了,咱们该会回谷歌公司了。 感受着徐芳结实的心疼,林香雪心里一安,柔声道,那就反击吧,这一早上,我的电话快被公司那些高管打爆了。 徐芳拿过林香雪电脑,打开乖博后,随后打开了秀兰集团的官方账号。 考虑了下,徐芳输入了一段文字进去, 大家好,我是徐芳,秀兰集团的董事长。 近期看到谷歌公司发出的声明,想要帮助华夏治理全部海域的污染问题。 作为治理污染的条件,你们想索取我们的太阳能电池技术。 研究出太阳能电池技术,我思并没有以此作为主要盈利手段,越海村汽车,越海村手机,甚至是太阳能小区供电系统,我们的产品利润都相当低,甚至零利润,只为了让更多的人使用新能源,为环境事业做绵薄之力。 真心做公益的人,是不会求你们所需的这种回报的。 这次你们是商业谈判,请不要打着公益的幌子,欺骗百姓。 且太阳能电池技术,是华夏公司掌握的一大专利,价值不可以金钱衡量。 我这人也没有太宽大的胸怀,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想把这项技术永远地只留在华夏。 因为如果把它送出去,这项技术再用在军事领域,这会改变军事格局。 华夏一直坚持和平共处,为了世界和平,这项技术留在华夏是最安全,最稳妥的。 但这项技术也并非无法外传,如果全世界的人们都希望这场交易能成功,那一定是我个人的三观出了问题,我愿意改正。 企业对企业,任何事都需要客观公正,对于贵公司开出的条件,为了确保真实可行,我公司希望得到以下认证。 第一,海域治理需要有一个时间限制,我希望能在五年内治理完成。 如果你们技术比较成熟的话,我相信这个时间绰绰有余,甚至两年就能看到不错的成效。 你们做一份详细的治理方案公示出来,我们全华夏人会对这份计划做指正。 第二,我们团队估算了一下,治理华夏全部海域的投资,享有比较良好的成效需要一万亿元。 这个账号是我们公司的账户,贵公司需要先支付40%的订金做计划,4000亿元,我帮你们算好了。 至于无人驾驶技术,我们企业暂不需要,这个你们可以留着。 秀兰集团做事向来说一不二,诚信经营。 谷歌公司如果能做到上述两点,太阳能电池技术,我司一定如数奉上。 也请谷歌公司能在三日内能有回应。 检查了下没有措字后,徐芳把这条乖博发了出去。 林香雪在一旁看着徐芳把这条乖博发出后,心里也颇为满意,拿出手机给小和打了过去。 小和这两天的压力很大,随着这两天人们对秀兰集团的讨论, 舆论让秀兰集团的口碑下滑不少,让不少员工的工作情绪都不太稳定。 此刻收到林香雪的电话,小和快速按了接听,急忙问道, 林总,我在,有什么事交代? 咱们企业官方乖博,徐芳在上面以公司名义发布了声明,运作出去,让大家都看到。 林香雪交代一句。 听到林香雪的话,小和心里狂喜,振奋道, 好的林总,我这就去办,挂了电话。 小和迅速打开秀兰集团的官方乖博,看到了徐芳刚发布的这条声明。 看着徐芳说的这些话,小和的眼睛一亮。 徐芳这话反击得很漂亮,先是戳破了谷歌公司,不是做工艺。 随后又说出了太阳能电池的作用,这种高科技技术一旦外转,对国防安全都有危险,这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太阳能电池技术的保护心态。 最后又直指谷歌公司声明的真伪,不说别的,徐芳提出的两点要求,以小和的眼光来看,绝对是直指对方要害。 徐总,果然厉害。 深吸口气,小和也快速行动起来,在乖博以及各大媒体,把这条乖博内容散布了出去。 谷歌公司之前把这件事的热度炒了起来,现在几乎所有人都在关注这件事。 如今看到秀兰集团发布的声明,网上的风向悄然开始转变。 这条乖博下方,评论数量不到半小时就已经突破了十万条。 李,之前还真没想到,太阳能电池技术确实很重要啊,这个技术千万别赚出去。 万一被国外的人运用到军事装备上,一旦引发战斗,使用太阳能电池技术的那方,战斗持久度必然会加强。 防患于未然,我坚决不同意秀兰集团把这个技术转出去。 高科技技术还是别对外传了,咱们不能有啥好东西就要传出去啊。 秀兰集团确实是太良心了,两条提议都很实际,如果谷歌公司接不下, 看来就是图谋咱们的太阳能技术。 虽然治理海洋污染很重要,但不知道谷歌公司有没有做全准备, 秀兰集团这次办事,确实敞亮。 我支持秀兰集团,这公司真是良心企业。 楼上的你们够了,看不出来秀兰集团就是不想把技术交出去吗? 我还是希望看到一个碧海蓝天。 一个太阳能电池技术就能改变军事格局,真是可笑, 还是赶紧把海洋治理了吧。 生存环境都没了,还关心啥技术? 华夏,燕京。 谷歌公司华夏总部,此刻一间会议室内坐满了人。 不少人打扮稍微有些散乱,似乎临时匆忙赶了过来。 会议室前面的荧幕上,此刻正和总部有着视频会议。 因为时差的原因,米国总部那边的人精神更显憔悴, 现在可是后半夜啊,一个电话全给叫起来了。 李奇环视了一圈,语气低沉说道, 各位,很抱歉突然把大家都叫过来, 但事情太过紧急,我们必须要迅速拿出办法。 约翰,辛苦你把秀兰集团的声明放出来,让大家看一下。 这名叫约翰的员工没有怠慢, 立刻在荧幕上调出了秀兰集团发布的乖博。 众人快速浏览了一遍,一个个脸上也露出了复杂之色。 华夏网民们的支持风向,竟然大部分倒向了秀兰集团, 根据资料分析,他们支持率已经由原本的40%转向了65%, 这对我们公司来说十分不利。 甚至,如果我们不正面回应秀兰集团提出的两点要求, 很有可能会影响咱们自己的口碑。 各位,有什么办法? 李其语气很是焦虑。 众人沉默了一会儿,终于有人发了话, 正面回应是很有必要的, 但需要以巧妙的措辞, 回应避重就轻的情况下, 让大家感觉到我们的回应很中肯。 这个就让公关部的人去发愁吧, 毕竟这是他们的工作。 其次就是做好准备, 对方说如果他们提出的两点要求我们能满足, 就乖乖把电池技术交出来, 咱们争取把这两点做出来。 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盯着咱们这次交易, 相信他们不敢出而反而。 这人是公司战略部的头, 平时很能出谋划策, 听到他的话李其也冷静下来, 点头道, 说得不错, 库德先生, 明天一早辛苦您跟米国高层联系, 让他们对我们进行技术与资金扶持, 拿到太阳能电池技术, 对整个米国都意义重大, 相信他们会尽全力帮我们的。 这次开会的人都是谷歌公司的高层, 每个人都是人精, 一个人堪比一个智囊团的存在。 这些人碰在一起, 很快一些可行的办法就出来了。 会议进展了两小时, 一切才终于结束。 会议结束后, 大家都各自忙活去了。 当天下午, 谷歌公司又对外发布了一条消息。 针对秀兰集团的回应, 我司经过深入研究, 对其提出的两点要求, 我们宏观上没意见。 但因为治理海洋的方案太过复杂, 可能无法详细提供, 且一些技术涉及公司机密, 只能尽可能详细描述, 会在两天内发布, 到时欢迎秀兰集团执政。 对于治理资金来说, 我司会提供一笔庞大金额, 但因为数字太过庞大, 还希望华夏国家能予以协助。 这次治理的关键是技术, 资金次质。 具体金额, 我们也会在两日内予以公示。 关于秀兰集团董事长徐总所言, 太阳能电池技术如果落在军事领域, 可能会引起各国的国防安全。 对此我们公司承诺, 不会将此技术用于军事领域。 维护世界和平, 也是我司一直希望的。 这条消息公布后, 再次博得了一次大家的眼球。 不少吃瓜群众都是看热闹, 不嫌失大, 此刻也都十分兴奋地等待后续。 谷歌公司发布的消息, 自然有人及时通知了徐芳和林湘雪。 徐芳对这件事自然不担心, 不管谷歌公司如何蹦指, 她都不信对方能有多高的治理技术。 反观范丽娟这边, 这两天倒给她带来了很多好消息, 招人这件事已经启动, 公司在迅速搭建中。 海洋塑料垃圾收纳机器 因为资金充裕的原因, 试验基本成功, 现在开始了调试阶段, 并将太阳能电池技术 运用在这个机器中。 而新型塑料的研究进展很顺利, 不出意外能在计划时间内完成试验。 手里有万全的准备, 徐芳心情也格外放松, 甚至她还无比悠闲地猜测。 接下来, 谷歌公司到底能有啥花样? 这两天的网上十分热闹, 不仅仅是华夏, 甚至全世界的人都在参与 谷歌公司与秀兰集团的竞争讨论。 更有一些歪国人, 干脆下载了乖博这款软件, 利用翻译软件跟华夏网友们交流。 一时间, 乖博也成了备受瞩目的一款世界级软件。 两天的时间很快过去, 这天上午十点, 谷歌公司的声明终于姗姗来迟。 对于秀兰集团提出的要求, 我司专门设立了海洋保护砖工组, 两天时间把治理污染的框架整理出来。 海洋污染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工程, 五年的治理时间虽然仓促, 但我们会尽力保障。 治理方式上, 我们会在华夏设立多个治理基地, 然后以点呈现朝海洋深部推进。 采用了现金的打捞技术, 是现在打捞海洋垃圾的五倍。 至于所需资金, 如果秀兰集团对第一点计划没有质疑, 我们会在一周内汇款至指定账户。 在这条乖博下方, 谷歌公司贴出了一些治理计划。 计划挺长的, 很多页, 如果不是专业人才, 根本看不懂究竟是什么。 这也导致了一个结果, 那就是因为大家都看不懂, 但这计划又显得极为专业, 而且每个步骤的报价也都很高, 看起来更有可信度。 五年时间治理完毕, 这个结果大家也都能接受。 一时间, 网上的讨论热度再次起来了。 看着很专业的, 谷歌公司这次是来真的了。 虽然看不懂, 但感觉要花很多钱的样子。 确实还可以, 谷歌公司这次早有准备。 虽然很不想让电池技术流传国外, 但我更想要清澈的海洋了。 随着谷歌公司雇佣的水军带着节奏, 网上的风向再次朝谷歌公司倒戈。 这条声明刚发布没多久, 就有人发给了徐芳。 徐芳对谷歌公司发布的数据自然是看不明白, 不过专业的事情就让专业的人来做, 徐芳顺手转给了范。 丽娟并留言道, 范老师, 你帮我看看, 谷歌公司这个计划靠谱吗? 范丽娟这些天通过网上的言论, 已经了解了谷歌公司的目的。 对于谷歌公司治理海洋的计划, 范丽娟是打心底不信的, 全球最专业的团队莫过于他们了, 其他人她真不放在眼里。 收到消息后, 范丽娟立刻回复道, 好的徐总, 我这研究一下, 有结果了, 我回复你。 范丽娟拿着谷歌公司发布的声明, 又去找她的团队研究去了。 次日一早, 范丽娟就给徐芳打了个电话。 喂,范老师, 有结果了, 刚吃过早饭的徐芳, 惊讶问道。 对, 有了, 团队研究了一宿, 我把测评结果发你邮箱了, 你有时间看一下。 都是专业数据分析出来的, 跟实际情况差不多少。 范丽娟笃定道, 徐芳知道范丽娟团队在海洋污染治理上很有建树, 文言笑问了句, 好的, 我待会就看看, 你先简单跟我说下测评结果如何, 用最简陋的办法, 来做一件基本完不成的事情。 范丽娟犀利给出了总结, 徐芳此刻放下心来, 笑道, 好的, 辛苦你了。 挂了电话后, 徐芳找到了邮件看了下。 等徐芳刚看完, 林香雪从外面溜达回来了, 看到徐芳后笑道, 徐芳, 谷歌公司又开始带节奏了, 现在不少舆论都是要咱们交出超能电池的。 没事, 我有办法给对回去。 已经心里有底的徐芳, 此刻轻松笑道, 放心吧, 这个月就把谷歌公司搞定。 说完, 徐芳也没闲着, 打开秀兰集团的官方乖博, 随后开始写反击的声明。 谷歌公司于昨日发布了治理海洋的方案, 方案看起来专业且复杂, 乍看极有可信度。 我司聘请了专业人才进行深度剖析, 将其声明进行了简化处理, 可以总结为以下结论。 一, 在华夏设立15个治理点, 采用先进的海洋打捞船进行作业, 每个治理点配备30台机器。 把这些基础工作做好, 根据谷歌公司写的预算, 需要6000亿元, 其中主要花费在办公场地建设和打捞设备上。 二, 五年作业, 在人工成本和维护成本, 以及各项杂费开销, 需要5000亿元。 三, 五年内靠这些, 把华夏海域的污染全部治理。 我们评估人员针对这套方案, 得出了如下答案。 一, 这份打捞设备并不先进, 没有很强的技术突破, 每个治理点配备30台机器。 想完成华夏海域的全面治理, 在不保证继续有垃圾排放的基础上, 至少需要30年时间。 如果一直有新的垃圾排入海洋, 时间将继续延后。 二, 如果想保证五年内完成, 设备方面至少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10倍。 以谷歌公司予以的各项报价, 我司经过精密计算, 需要20万亿元。 对于以上两点, 我经过深思熟虑, 谷歌公司的真正目的并非治理华夏海洋污染, 而是阳摩我司的太阳能电池技术。 但我还是愿意给谷歌公司一个机会, 因为涉及资金巨大, 为了防止谷歌公司后期资金跟不上或者毁约, 希望谷歌公司先提供三年的治理资金打入我司账户, 也就是12万亿元。 后续两年资金, 希望能以贵公司的全部股份进行担保。 若后续资金无法供应, 秀兰集团有权变卖谷歌公司股份换取后期治理资金。 在这条乖博下方, 徐芳把各自计算数据放了上去, 让徐芳的报价显得极为公正。 检查了下没错别字, 徐芳点了发送。 林湘雪在一旁盯着徐芳工作, 等徐芳写完后, 林湘雪立刻联系了小和, 让他把这条乖博的内容宣传出去。 小和心里早就憋着一股劲, 收到消息后没有怠慢, 联系了各大媒体, 快速把徐芳发的这条声明发布出去。 徐芳放上去的数据很直白, 就是在谷歌公司各种报价的基础上, 用加减乘除四则运算, 简单粗暴告诉大家要花多少钱。 因为各种价格都是谷歌公司报出来的, 所以也不存在坑蒙拐骗的说法。 现在的人傻子不多, 看到秀兰集团发布的这条声明, 许多人立刻炸锚了。 我凑, 怪不得写得这么复杂, 原来是故意不让我们看懂。 也亏了秀兰集团里有人才, 不然真被谷歌公司给套路了。 谷歌公司太阴险了。 许总提供的计算方法有理有据, 我一个普通人看得很清晰, 不知道谷歌公司会不会赖账, 如果能直接把12万亿打到秀兰集团账户上, 我就继续支持谷歌公司。 但如果谷歌公司有任何狡辩的行为, 那他们就是个骗子公司。 就是想骗咱们的太阳能电池技术, 不要碧脸。 随着秀兰集团的这条声明发出后, 网民的意见再次炸开, 原本谷歌公司建立起的优势, 在这一刻也发生了剧烈的倾斜。 燕京, 谷歌公司华夏分布, 此刻会议室内又一次开启了视频会议。 这也辛苦了远在米国的这批人, 刚睡下没多久就被叫了起来。 各位, 这就是你们加班加点做出来的计划, 一艘打捞船的造价就敢标十亿。 别人抓住了咱们这个漏洞, 一下就要咱们交付12万亿的定金。 请问我们公司市值是多少? 有12万亿吗? 总裁李奇大声呵斥问道。 当时为了追求专业, 也为了让大家感觉咱们是真的出力, 故意把价格写高了。 做计划的负责人此刻低头解释道, 现在怎么办? 谁能告诉我怎么办? 如果这次得不到太阳能电池技术, 我们所有的计划都泡汤不说, 名声也会臭很多, 李奇发着脾气咆哮道。 会场内此刻真落可闻, 所有人大气也不敢出。 想办法, 谁能拿下太阳能电池技术, 升值, 奖金500万美元, 这次如果搞砸了, 所有相关人员三年奖金扣除, 李奇愤怒教导。 下午三点, 谷歌公司再次发布了一条声明。 针对秀兰集团提供的数据, 我司专业人员进行了二次核对。 上次数据计算确实错误, 本来计算的结果是总成本3000亿元, 但因为相关人员的疏忽大意, 把价格报高了几倍, 导致最终总额计算错误。 对此, 我们为疏忽造成的错误深表歉意。 3000亿元依旧是一笔极为庞大的数字, 但我司依旧愿意投资这笔钱, 环滑下一片湛蓝大海。 也希望秀兰集团可以忽略细节, 多为人类生活的家园做出奉献。 这条信息放出来后, 虽然一定程度上起了点效果, 但效果并不算大, 谷歌公司的支持率依旧很低。 一直关注这件事的徐芳, 看到谷歌公司的姿态, 心里知道谷歌公司能折腾的事儿已经到了尾声。 此刻, 徐芳也不得不感慨自己命好。 当初想治理海洋的时候, 他还生怕宣传度不够, 无法起到让人们形成保护海洋的意识。 但如今经过谷歌公司的插手, 这件事如今到了全球关注的地步。 现在的热度刚刚好, 徐芳自然得把握机会。 考虑了一下, 徐芳登录了自己个人的乖博账号。 秀兰集团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 徐芳的名号也在全球有了很高的知名度, 虽然很少用乖博, 但徐芳这个账号却有了两千万的粉丝。 斟酌好词句, 徐芳开始写文章, 大家好, 我是徐芳, 秀兰集团董事长。 作为海洋保护事件的当事人, 其实我更像是一名旁观者, 全程观赏谷歌公司的闹剧。 我是青云市人, 从小生活在海边, 对海洋有着天生的依赖感。 我爱大海, 爱这片浩瀚无银的水域, 这也让我时刻关注着海洋的动态。 海洋污染, 早在许多年前就有注意, 但苦无克服的办法。 好在前些日子, 碰到了对海洋污染密切关注的范丽娟教授, 进而又结识了一批真正想要保护海洋的人, 我感觉一切准备的都够了, 便开始了保护海洋的研究。 这些人, 在保护海洋里, 绝对是最专业的。 当我们的治理计划正一步一步进展时, 这时候谷歌公司突然介入, 举着保护海洋大旗, 想要谋取我们太阳能电池技术。 虽然我们治理海洋污染的行动即将大力铺开, 但我却想看看谷歌公司究竟是怎样的嘴脸。 果然没出我所料, 谷歌公司的行为从头到尾刷新了我的三观。 我之前说过, 谷歌公司治理海洋并非公益行为, 而是想用极低廉的价格, 图谋我们华夏技术。 区区三千亿, 别说治理海洋污染, 连太阳能电池技术价值的零头都不够。 但至今, 依旧有很多人谴责秀兰集团, 认为我们只为小我不顾大我。 现在我想为公司全体人员解释一次, 秀兰集团现在究竟在做什么, 为什么我敢在这里潮, 一个世界知名企业。 首先是资金方面, 秀兰集团并没考虑太深入, 既然选择了, 而且这条路很值得, 那我就去做。 在设备方面, 我们采用的世界最先进的海底打捞设备, 可以有效打捞塑料垃圾, 却避免将鱼类吸入机器, 几乎不会影响海底生物的生命。 这套技术, 是我们研发团队一辈子的心血, 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如果非要估个数字, 我觉得这些就超出了谷歌公司愿意投资的数目。 这还不包括机器的建设, 人工成本, 场地建设成本。 其次就是缩减全球的塑料制品, 只有解决了污染的源头问题, 才能真正治理海洋污染。 对此, 我们又有了研发新型塑料的团队。 这种塑料在海水中, 48小时内可以全部溶解, 且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 这套技术绝对是划时代的产品。 耗费了无数科研人员一生的心血, 也是在近期一切才有了定论。 不出意外, 三个月内, 新型塑料会在市面上大规模普及。 比如包装袋, 饮料盒, 一次性餐盒, 为了增加普及力度, 价格上我们会做出补贴。 我也在此承诺, 新型塑料的价格就是普通塑料的价格。 我不知道最终会花多少钱, 可能秀兰集团所有利润砸进去, 依旧无法解决问题。 但这条路值得走, 我就会走下去。 在此, 秀兰集团的所有工作人员, 你们应该感觉十分自豪。 正是因为你们的辛勤劳动, 公司才有资格做这份公益事业。 欢迎持续关注秀兰集团 接下来的治理海洋污染行动, 秀兰集团做出的承诺, 向来都会兑现。 对了, 使用雪兰手机的用户, 一个月后, 无法在手机上使用谷歌公司的软件, 比如谷歌浏览器、 地图、 购物平台等。 当然, 各位也不用担心 无法使用这些软件会影响自己生活。 这些软件有比较强的可替代性, 可以下载其他功能一样的软件使用。 检查了下没错别字后, 徐芳点击了发送。 他的账号上粉丝很多, 而且几乎没有僵尸粉, 都是活跃用户。 徐芳这条乖博发出后, 立刻得到了大量的关注。 而这篇文章包含的信息实在太多, 本来谷歌公司治理海洋污染的闹剧都要收场。 大家都以为这件事要过去了, 但随着徐芳这篇文章发出, 一时间网上立刻炸开了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